在他小時候,可能我們真的不懂教 真的有時會說了些話傷害 令到他不單止沒有鼓勵他 反而令到他失了信心 所以如果家長聽到我們分享的時候 真的要多些鼓勵小朋友 反而我覺得對他有點抱歉 因為我和太太都擺放很多時間在工作上 他長大後都經常說 我小時候經常是一個人吃飯 我們很多時候回家的時候 他就坐在沙發看著公園 他長大後就告訴我們 其實他很想去公園玩 所以我們回來後 他經常都沒有做完功課 有時反而我們會怪責他 不做功課、不讀書 有時甚至說了些話 是傷害了他 今天我們沒有摧毀了他讀書的興趣 我們是感恩的 我們經歷了很多高山低谷 他今天有這個成績 其實是淚水和汗水交織出來的 他曾經是被人看不起 不過他在姚中這裡 他遇到一些好的老師 四年預備兩個公開 考試的過程當中很辛苦 但看到他不單止在學術上 一直有進步 在做人、心理的處理上 都是越來越好 我龍太太今天見證到 他能夠有這麼好的成績 很感謝曾經幫助過他的人 在他的幼教階段 已經培養到他一個 很主動學習的興趣 所以到了小學階段 老師也會用很多鼓勵性的方法 去引導他們更加去追求自己的成績 即是給他們一個責任感 他們知道讀書是他們自己的 至於日常方面 因為他自己已經有一個興趣目標 不需要特別去逼他做功課 而且我們本身也不做功課 反而他自己是有一個興趣 學習不同的方案活動 我們小時候會讓他學多幾樣 因為他不知道有什麼 然後到二、三年級的階段 就一直給他自己選擇 他想保留什麼 他自己最後是喜歡音樂方面 所以他三年級開始 已經不斷參加學校的音樂劇表演 Hello 我叫Augusta 鄧知恆 我是陳凱翹 其實我是想留在香港讀醫科 那為什麼我會想讀醫科呢? 其實當我愛上了科學之後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醫科就是去 apply scientific knowledge 但是當我expose了去不同的 hospital opportunities 和shattering experience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醫科 我看到一個醫科是 我看到一個醫科是 不是只有一些科學的知識 但是他們也給了一個患者 一些情感的支持 其實都令到我對醫科很有興趣 我也是一樣有興趣讀香港的醫科 其實我不是從小到大都確定想讀醫科 但是我也是對science 和對人際關係 就是一個溝通的一個興趣 所以我最後選了醫科 讀IB我覺得最大的一個挑戰 其實我覺得不是在書本上 我們吸取一些知識最難 就是當年是很辛苦 而且要很長時間去吸收那些知識 因為真的很多 但是我覺得是一個個人的 對學習的一個態度 是最大的一個挑戰 因為IB很長 兩年也都很多的deadline 所以其實這麼辛苦的一個課程 其實是一個心理質素是很重要 尤其是在最後兩個星期 我們要不停地考試 一天一天一天地考 其實我們是沒有時間去思考之前的考試 如果我們不停去思考之前的考試 其實就會令到我們浪費了時間 心理質素也會不好 所以我覺得最大的一個挑戰 就是你怎樣去調節自己的心理 去令到你可以最後這樣衝刺 還有你怎樣可以繼續對自己有信心 其實我覺得IB最重要是 可能是時間管理 因為IB我覺得 不是最重要 它最特別的地方 其實它不只是看 你成績方面的一些成績 或者成就 它也是看你 整個人去看一個個人的發展 我自己也有很多興趣 我覺得IB給了我很多機會 自己去探索我其他的興趣 去幫助我的成績更加好 譬如我有參加辯論隊的比賽 或者也有做Head Prefect 或者是一些音樂劇 都有去參加 這些都幫助了我很多去學習 這個時間管理等等 方面的一些個人的發展 但是我們也有很多方法 可以去自我進步去解決這些問題 如果我有多次的機會 其實我會去探索多一些 去探索的一些功能 因為其實我一直讀書的時候 其實我們對著本書 其實知道那些的知識 其實雖然不容易 但是不夠的 因為雖然我們吸取了那些知識 但最重要是我們怎麼 去探索的知識 在不同的情況下 尤其是在科學科目上 譬如是科學科目上 我們學了一些知識 其實我們需要在考試 或者在IA上 再應用出來 好像在一個圖書館 你要找回答那本書 這個技術 其實是很難的 但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再做一次 我可能會更加好去利用我的時間 雖然我有參加很多活動 但是很多時候 我發現自己 可能太多東西要平衡 其實是比較辛苦的 我可能 我會早些去開始備課 可以幫助我準備 我最後不用 經常都是最後衝刺 又好像經常很晚才睡覺 可以減低我的壓力 我亦都覺得 好像Augusta所說 其實最重要都是要 工作生活平衡 用我們的興趣去 幫我們自己 又是繼續去學習 其實我覺得 我得到這個成績 是我很不期待的 但我覺得 我最想感謝的是 我爸爸媽媽 還有我的老師 從小到大 我剛剛所說 其實我也是一個不聰明的學生 但是耀忠是真的沒有放棄我 那些老師不停鼓勵我 不停鼓勵我 不停增加我的信心 令到我自己 都對自己有信心 雖然我之前 成績一直都很好 但其實都沒有一個 很明顯的壓力 說我一定要做什麼 做什麼 但是我自己 對自己的要求 其實一直都是很高的 我說我想做醫生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有點擔憂 說醫生很辛苦 你要多熬很多年 但是最後他們都很支持我的選擇 我也很感激 我一直得到這麼多人的支持 他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上學 每一天都很開心來到學校 每一次上課的時候 都會發現他們是很積極主動的 亦都很容易或者很樂意地 跟其他同學分享他們的學習 首先當然是要恭喜他們 因為他們的努力 是他們自己 即是他們的成功 是他們自己的努力得回來的 同時都很為他們的家人 為我們學校感到很開心 因為其實所有人都付出了努力 尤其是海橋 他讀完考完IB之後 他就馬上參加了一個Drama 即是我們學校的一個話劇 音樂劇 Orgasta也是 他也參加了很多不同的活動 尤其是跳舞 他跳得非常好 所以對於他們兩個的成就 無論在學業上 或其他方面 我都覺得是非常為他們感到自豪